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特 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新闻 我真的没想到,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就是有这种方面的事情发生 这个我们的观众林老师前两天给我们留言说 说美国司法部长授权FBI可以直接抓捕 反对学校推广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家长 请两位主持人分享一下你们在美国当地的情况 你们的分析以及后续可能会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感谢主 对,感谢主,这三个字很重要 他说的这个新闻是真的 然后美国司法部长的确授权了FBI 说可以去抓这些家长 目前是要调查了 对,他说调查,但是可以抓捕 其实还是吧 如果听起来好像稍微好听一点 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严重 但的确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 司法部他发了一个声明 我们就看看这一张纸上面 他到底写了什么 这张纸代表什么呢? 那内容的含义是什么? 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说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封宣告是来自我们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司法部长 Marrick Garland的这个办公室发出来的 发出日期是2021年10月4日 那内容呢是动用FBI以及所有的这个执法人员 包括联邦的还有州的地方的族群的执法人员 来调查现在对于学校的运作 这个校董会的成员 还有老师以及学校的员工的这个威胁 FBI是我们经常从电视上听到的 也经常从美国大片里看到的 一演电影就FBI怎么怎么就出来 所以这个机构这么轻 你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机构 我们来看看说FBI到底是干嘛的 为什么这个市里面会牵扯FBI进来 没错 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中文就叫做联邦调查局 听起来就很帅了 联邦的调查局 就很厉害 你会觉得说这些人就开直升机的 然后戴墨镜的 然后一进那啪啪啪 就是就那样子的电影里 对没错 那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调查 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境内罪犯 成立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这个国家在成立的时候 所有国内执法的权利 都是在州的范围里面的 也就是说有50个不同的执法机构 那这50个执法机构 都被自己的州而限制住 那其他州不能来管我们的州要干什么 我们也不能 或者是我们也不会去管其他州要干嘛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一个罪犯 在加州犯罪了之后跑到内华达州怎么办 原本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 大家最后就是骑马 活动范围有限 如果距离远 要逃到其他州的唯一途径 就是使用火车 那么警察就可以锁定 嫌犯在地的火车 然后告诉每一个路径的这个车站 让当地的执法人员进行捕捉 那这一切都还蛮顺利的 直到了一个东西出现 就是汽车 现在人逃跑的方式太多了 对 以前真的就是不是骑马就火车 抓人比较简单 对 现在你自己开车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没错 汽车代表一个自由 工业革命之后 有大量的便宜的汽车出来了 那这些罪犯呢 就可以轻易的逃到其他州去 特别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如果各位有听过这些故事的话 Bonnie and Clyde 还有Dillinger这样子的人 很多银行的抢匪 锁定四五个州 然后轮流抢银行 那当地的警察 根本就没有办法抓住他们 因为当他们发现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逃到下一个州去了 那这个时候DOJ就想出来 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有一个执法机构 是在美国全国的这个境内 都有权利的 而且执法权高过于 州的执法机构的话 那有多好 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击这些银行抢匪 然后国内恐怖分子 进行全国的调查打击犯罪了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 以联邦控制的联邦调查局出来 FBI要来保护人民 来执行法律 来打击国内的恐怖组织 所以这么一听 FBI它是管的比较高级的事 也就是说比较严重的 然后是跨州的这种犯罪 因为它是联邦的权利嘛 对没错 如果说你跟你邻居吵架 FBI是不管的 那肯定是 或者是我今天我就这么打了你一下 FBI也管不着嘛 我们肯定是找那个 loco的警察局 对对对对 FBI管的 说白了就是管大事嘛 对 现在回到这封信 这封信上面指出来就是 美国有一群新的恐怖分子 我们也被讲过恐怖分子 整个AI news就被说过 我从来没想到我这篇 摊上这么大的抬头 我还感觉有点出人头地了呢 上面写的是 Based on their view 意思就是说呢 最近这几个月 突然出现了很多 对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职员 校董会的成员 老师以及学校员工 骚扰激怒暴力威胁 这些人在运作我们的公立学校 虽然辩论我们的规定 是被宪法保护的 但是这个保护 并不包括暴力威胁 或者用自己的看法来激怒对方 用自己的看法来激怒对方 对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那你不就生气了吗 对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只要不同意我的话 所以就是我在那就说 校董会你们超棒的 给你们掌工资 所以这样就不算 对这样就不算 如果你要说 我感觉你们干的不好 校董会生气了 这样就生气了 就是你不能激怒他们 首先在这边说清楚 目前没有任何对于校职人员 跟校董会的任何威胁 或者是任何暴力出现 但是你说有没有冲突 其实是有的 但是左派的家长跟右派的家长在停车场的时候互相骂脏话而已 最多最多就是敲车窗 你如果就有看到那个影片的话 就是 Hey I know where you live I know where you live 这个样子 而且呢 以左派的家长敲保守派的家长的居多 更多的是左派的学生殴打保守派的家长 你在那个新闻片段里面有看到 家长去学校抗议 因为不同意学校在扭曲婚姻的价值观 以及性教育 还有种族歧视的教育 他们去抗议 去发声 被说成是威胁 那我自己就有一个亲身经验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加州的众议员 对 At Child 州本利 Pretical Race Theory 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的呼声都很强烈 然后大家就说 家长就说不能这样 那这个州本利呢 他就本着说我要听民意 那这样一个态度 于是就在Zoom Meeting上面开了个会 就说有想法的 大家都上来说一说 然后这个议员要听大家的声音 没错 然后结果呢 其实我们发现 就是上去的很多大部分家长 没有提前组织好语言 然后每个人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发言 说到点子上的人 非常非常少 也就是基本没有 然后讲出来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逻辑 所以州本利在那边听听听 可能就觉得说 这些人就迷迷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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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不知道在干嘛 结果这家伙突然出现了 你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 而且人家是写了稿子的 把点全部都列好 上去快话一说 完了 州本利生气了 没错 我上去讲大概一分半钟 我说这个绝对是一个 种族歧视的教育 CCRT 绝对不能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教导 如果你支持的话 你无法为我们的小孩负责 你会变成一个 促成种族歧视的一个千古罪人 所以当你投票的时候 请做出正确的事情 所有大家都发言结束了之后 周本利就说 那咱们就来一个结束总结吧 结果他回应的时候 他就生气了 因为一帮人说话都没有什么逻辑 好像在他看来就是不痛不痒 他觉得这些人应该很好打发 因为这些人没说什么 就尽管他们可能不喜欢 但他们他就觉得说 我不care 因为我让你们讲 你们没讲出几个点来 所以他没有不care 但问题是他就叮住这个家伙了 因为这家伙说出了几点 深深刺痛了他 对 他回应的时候就跟我说 我的言论充满了威胁 充满了暴力 威胁跟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说穿了 他们就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神经病 只要有人跟他们的意见不同 只要有人不服从 就是威胁 就是暴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出来的信 真的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他们里面就说什么 说你们暴力威胁 但他没有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就什么叫暴力 什么叫威胁 就好像周本利一样 你只是说实话而已 你就是告诉他 这些问题都列出来 然后就告诉他 你不要投票赞同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民意就是不投意 那你要考虑好 如果你投了之后 那下次你再竞选 大家会不会选你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 所以说上次投周本利的 认罪悔改 下次不要再投他了 他真的没有在意 你要讲什么东西 这些人是能要听我们声音的 然后要为了我们的想法去投票的 但是问题是 他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他只想听好听的话 那些华人 就说什么华人投华人 中国人要投中国人 黄皮肤的头黄皮肤 stop thinking like that 因为跟你肤色根本就没关 他并不是说跟你肤色一样 跟你想法就一样 那千万不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说 那个戏里面还说什么 他说 Threat against public servants are not only illegal they run counter to our nation's core value Those who dedicate their time and energy to ensure that our children receive proper education in a safe environment deserve to be able to do their work without fear or their safety 意思就是 威胁公职人员不但是违法的 而且还是违背我们国家核心价值的 那些人花时间还有精力 来确保我们的小孩 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 得到好的教育 应该要好好的工作 不需要为了他们的安全而感到害怕 我都不知道 美国还有法律的 这话可能要跟边境的那些非法移民 好好讲一讲 什么叫法律 那我们看到左派威胁公职人员 对不对 甚至威胁到普通平民还少吗 对不对 川普去年收到多少威胁 动不动就是什么 要杀了他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马丹娜公开说他要去华盛顿 开枪杀死川普 对不对 Snoop Dogg拍了一个MV 说要对川普开枪 Lindsey Graham的家里被左派整个包围 然后还上那个Fox News那些东西 直接在那边丢那个石头 就连左派的参议员这一次 只因为不同意 无限制的开放移民的政策 就被人跟到厕所里 然后在飞机上面 朝着他的那个乳沟这个地方 一直拍摄 然后在他家里呢 BLN暴动威胁了所有当地人的安全 Antifa直接在WeSPA前面打人 新闻上还有老师直接攻击 不打疫苗的学生 这些都不是威胁 OK 就拜登说 This is part of the process 还有 Everyone goes through it 我不知道在厕所内被拍是有多平常 我们听到很多家长很生气在校董会抗议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在当地合法的抗议 我们都有报过这样的新闻 结果被警察抓走了 校董会动用执法人员 在合法使用中的公共场所里面 只因为那个父亲跟校董会的看法不同 就被抓起来 对 有的时候这些父母会比较大声 有的时候这些父母会比较激动 遇到小孩教育被扭曲 当然是情绪化的 有的时候还会骂脏话 但是真的就这个样子了 没有任何的暴力事件 没有任何流血事件 但是根据我们的FBI这个公函 这些父母在校董会抗议 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安全威胁 而且是需要一个联邦的执法机构来去应对 因为当时他们其实用local的警察 我都已经觉得实在是太过分 因为他们召开那个会议的时候 早就已经排好了说 每个人多长时间 然后谁是谁来发言 那些家长的确去了 而且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精彩 非常棒 他们是有理有据的去说内话 结果突然校董会打电话叫警察来 然后警察就把有些家长就给抓走了 对然后就说transpassing 对 这个罪名跟1月6号去国会里面是一样 对所以就是你会看到说 他们定的时间可以随意改变 然后他们只要说谁是威胁了 谁就是威胁了 他们可以马上打电话 就让人把这个人给抓走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 就看到local的警察去做这种事情 都已经让人就觉得what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叫FBI要联邦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做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扯 一个合法的规定使用的时间内 一个公共场合 然后你可以开transpassing 你可以抓他transpassing 你下午3点去公园 警察说你transpassing 这就是一样道理 对 而且问题是你让我们来的呀 你说的你愿意听 那你愿意听我也愿意讲 我就来了呗 我说的话你不高兴了 你就把人抓下来了 不就这样嘛 freedom of speech 对呀 那FBI对于VOM打了墙一整年都没关系 是啊 对不对 Antifa在学校打人也没有关系 在Portland公开的打警察 对警察丢那个Molakoff cocktail 那个燃烧弹了 对 在西雅图创造一个自治区 说他们要脱离美国了 OK 他们要跟美国断绝关系了 然后把那边的警察局摧毁 烧掉当地的法院 摧毁当地的医院 现在加州的法律打砸抢 帮助吸毒 这些都没有事 但是现在他们要把小孩的家长 当成是恐怖分子 我的小孩还没有上学 但是我常常在讲 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而且父母要起来反抗这些东西 动用政府的力量 来镇压人民合法的权益 就是这样 这就要跟希特勒差不多了 FBI不在乎公职人员被骚扰 如果说他们在乎的话 他们就会去把骚扰参议员的那几个人 那几个非法移民抓起来了 而且当天就把他们FedEx到墨西哥去了 因为他们不值得做民航机 因为他们自己就承认说 他们就是非法移民 他们自己都这个样子承认 而且说得这么清楚 他们Report里面说的 Intimidation 挑衅 对我来讲 这封信就是一个挑衅的一个手段 就是他们挑衅我们 还有家长这些手段 这封信就是要来挑衅所有的家长 跟你跟我一样 就是平常在工作这些普通公民 有勇气 不害怕的站起来 拒绝自己的小孩 被公共教育洗脑的这些人 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公共教育 其实就是一个工厂 就是一个系统式的流水线 来创造更多的工人 更多服从的员工 现在他们介入这个流水线 想要把小孩制作包装筛选洗脑 做成一个政府认可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要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服从现在所有的政府政策 现在这个就是草根发起的 对于校董会无暴力的抗争 正在威胁这个样子的系统 而掌权的人绝对不会允许 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这封信表示了什么呢 第一个 这表示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死亡了 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法律了 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事实 政府可以随便的把人变成罪犯 真正的罪犯 如果说他们不杀人的话 他们一个月可以有300块钱的奖金 这个你之前报过那个新闻 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 当联邦的警力可以被启动 来违法的压制 对于校董会不满这些父母 这是一个征兆 这是表示说 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贵族系统 没有王子与庶民同罪 这些掌管政府资源的人 是在法律之上的 现在只有一道法律 OK 就是不要跟这些贵族起冲突 不要反对或是质疑他们 其他的法律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但是这封信也代表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正确的事情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抗议是有效的 这些勇敢的父母正在改变什么东西 这表示现在就是我们更要站起来坚持的时候 这个做法是有用的 看到这封信 我们更不应该害怕 或者是放弃 要持续出席这个样子的活动 持续的说出事实 持续的把这些试图洗脑你的小孩的政客 丑陋的恶行攻出于世 这也是我们AI News 未来绝对会继续做的事情 对 因为你没发现吗 他们其实是把所有正常的一个生活 都给你加了越来越多的门槛 我只是想让小孩接受非常正常的教育而已 就是你不要把这些变态的东西都教给他们 他们提高这个门槛啊 你去抗议不行了 就是这样了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像你小时候 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 他们小时候都要绑一个红领巾嘛 对 如果说你不绑的话会不会怎么样 当然会了 不绑的话 我跟你讲 那简直就是皮豆啊 出来 红领巾呢 怎么不带 因为这个跟老师的工资是有关系的 是啊 全校都要做广贵体操 那每个人都要穿校服 都要带红领巾 人家站上面清清楚楚看谁没带 要看见没带了 就说你们这个二班 怎么有六个学生没带红领巾呢 老师那个绩效扣分啊 扣分他就扣钱了嘛 所以老师就会看得很紧 就说你一定要带这个红领巾 对 从小就开始训练 所有人的服装 就说那个必须要带红领巾 不带就不行 然后说那丢了 他丢了呢 你咋不丢了呢 因为他丢了 不算到老师的钱 红领巾丢了 跟老师的钱有关系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 一说红领巾 还有个笑话 就是说小孩 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单纯 小学刚上学没几天嘛 然后老师就 一人给发一个红领巾 然后当时还有个仪式 好像就是小学生 就是少先队 然后就有个什么入队仪式 五年级的学生 就每个给你这样戴红领巾 说戴上来就证明 你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了 就这样 然后呢 当时老师就讲 那个红领巾的时候 老师就说 这个红领巾呢 大家一定要珍惜 因为这个是革命烈士的鲜血 染成的 我当时就看着红领巾 我想说 人血啊 然后 当时虽然年纪小 但是脑子里面 靠发反映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人血 粘在布上 能 就是能保持这么久吗 就是我会不会洗洗 它就掉色 因为是人血嘛 它不是染料吗 然后第二就想说 这到底是从哪买的 就是革命烈士 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最起码应该是几十年以前的事 我想说那战场上面 大家都在这打 然后都有医生背着急救箱 在那抢救 我想说难道还有个人专门 就拿一拿布 对 然后就会沾血 然后就说 这些要回去发给少先队员吗 所以我当时就很confused 但是老师不会骗人呢 老师怎么会骗人呢 因为老师说的 这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了吗 所以我想说 真是不容易 用鲜血染成的红领巾 我一定要好好戴着 然后我一定要记住 这些东西什么的 结果呢 没有到有一天 红领巾丢了 哎呀 你把烈士的血丢了 丢了我就很害怕 因为我看到了之前老师 怎么对待红领巾丢了的小孩 就是小孩在那站着 然后老师就一腿 小孩就倒在地上了 老师起来 然后起来 哭又一腿 反正我就很怕 被当众那样 被老师打两下 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就赶紧跟我爸说 我就很着急 我说爸爸爸爸 我红领巾弄丢了 我爸特无所谓 再买一个呗 然后我就说 爸 这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去哪买呀 然后我爸就说 你们学校门口小卖店 肯定有卖的 我想说 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红领巾 学校门口的小卖店 能有卖 我们俩就去了 去了之后 然后我就很着急 我怕他没有 然后我爸就说 红领巾有没有 买一条 那个老板踩着梯子 上到最上面 一打 然后拿下来 都落灰了 然后老板还这样一锤 都落回了 里面一后答 说两块钱 然后我想 怎么那么便宜呢 劣势不太值钱呢 对啊 然后后来就 拿这个红领巾回家 然后我就挺高兴的 因为买到了红领巾嘛 然后回到路上 然后我就说 爸 这红领巾怎么那么便宜啊 我爸说 那这一块布 你觉得卖多少钱呢 我就把我这么 久的疑问 终于跟我爸问了 我爸听了之后 是瞠目结舌 谁告诉你的 这个是烈士的纤线染成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跟我这么傻 但是我小时候 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就表示学校洗脑了 非常彻底 因为你知道吗 小孩真的胆子 我就是觉得 老师不会说谎啊 然后我问我爸 那为什么老师骗我 我爸说 也不算骗你吧 就是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象征性 对 但是当时对我来讲 这就是骗我了 因为你告诉我 红布就红布嘛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是人的纤线染成的 那我们再回到 现在美国的教育 他们现在是要你发声 变得更困难 对 因为他们告诉你说 你注意啊 现在联邦的 FBI插手了 你们现在这样 就是在威胁我们啊 你们就是在恐吓我们呢 你们敢对我们尊贵的 校董会的成员 你们敢当众的羞辱我们 你们敢讲这种话 告诉你们 你们小心了 要有货了 FBI要来找你们 所以它是让大家发声 好像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会被找麻烦的感觉 你不知道你说了这个话之后 你晚上还能不能回家 你不知道FBI会不会就调查到你 说来 走一趟吧 上橘子里去喝喝茶 你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样 所以是不是他们用这种方式 就会减少大家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 的这样的人 所以不管是说疫苗护照也好 或者是这样发生的机会 其实我们都不能错过 不管他们加上多么严苛的条件 不管他们用什么东西威胁我们 我们在这个国家公民该有的权利 我们小孩应该享有的权利 我们是要牢牢掌握 因为我们不是犯罪的人 是 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 就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要测验你的底线 你的底线 你如果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话 你如果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你就不需要害怕他践踏你的底线 而且你要起来反抗这个东西 你不是说叫你们起来说什么 我们要去学校怎样怎样 我们要抗议这个学校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校董会开除 或是怎样之类的 我们要让我们的声音说出来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把小孩退回来 不要让小孩去上公立学校 我们亲自教育我们的小孩 我们要让小孩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来美国的每一个人 就是希望小孩有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的教育 我们不要让这些政客 来扭曲我们小孩的教育 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你如果让政客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来美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的确是一直在测试我们的底线 说那我们现在用FBI了 看你们接受不接受 是不是我一弄出这个你们就害怕了 你们所有人就都回家 没有人去校董会发表你的意见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他们要是看到说真的这样 我们移动FBI这帮人全都回家了 他们就知道原来你们是可以接受 为他们践踏权利的 对而且他们说真的 这一次他下面之后就写说 Domestic Terrorism 他们接下来这两个article就讲说什么 这些人是国内的恐怖主义 我们不可以让这样子的恐怖主义 继续猖狂的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然后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小孩跟你的关系抽离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坏家庭 这个想法跟爹亲娘亲部毛主席亲 是一模一样的 跟苏联的斯大林的先行者 是一模一样的 跟日本的天皇 跟日本人那时候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要让小孩跟父母的关系抽离 然后让小孩效忠于国家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思维 一想就知道说 这些事情全部都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要不要发生呢 先知哈巴谷向上帝呼求 他是这样跟耶和华神说 他说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癖 不看奸恶 行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 比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那这句话 其实同样适用在今天的我们 当我们作为公民的时候 我们作为家长的这样一个身份 我们看见这样邪恶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默不作声 不然的话 他就会持续践踏你的底线 总有一天 我们一直退步 一直退步 他可以退到 把你小孩抓走 带走 我们前两天听到有一个朋友讲 说这个一个妈妈 孩子生病了 带孩子到医院去 结果呢 那个医生一看这孩子 这医生就说 你们在家虐待孩子 他就说我没有啊 我没虐待孩子 他说你就是虐待孩子 直接把他孩子带走了 现在那小孩在哪呢 在一堆同性恋的家里面 在被养育 他的孩子直接就这样被抢走了 这个是在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而且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不坚守底线 你的孩子也会被这样抢走 他们可以随便的往你身上按一个title 你天天在你家打小孩 我没打呀 我们看了你就是打小孩 拿走这孩子以后不是你 就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是要对这种东西 我们一定是要坚决的反抗 那但是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艰辛的 一定是不容易的 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向你来袭来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境况 神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 并且我们的作为是实时要显明 我们是神的仆人 格林多后书六章告诉我们说 这里我用的是当代一本啊 这个翻译的我认为是比较清楚一点 他说反倒在任何事上都显明 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不论遭遇什么患难 艰苦 贫穷 鞭打 囚禁 暴乱 辛劳 无眠或饥饿 我们都坚忍到底 靠着纯洁 知识 忍耐 仁慈 圣灵的感动 无尾的爱心 真理之道 上帝的大能 左右手中的公义兵器 无论是得荣耀 还是受羞辱 遭毁谤 还是得称赞 都显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被视为骗子 却是诚实无尾 就像这次他们说这些家长 说你们是国内的暴乱分子 他们可以随便的往你身上按任何的抬头 就像神说的 我们是会被人视为骗子的 就像我们看到核桃市的秦政国市长 他多么 被威胁 对啊 我们认识他 你就会知道说 他是多么正式公义 一个神的仆人 对吧 那他当时说他竞选市场的时候 人家也说他是骗子呀 嗯 所以这样的随便抬头 当然是会往我们身上按 当然是会可能往任何一个家长的身上按 可以往任何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按 你不用说什么那个家长 我们AI news就被安了好多了 对 我又是被安什么人腰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你有什么不震惊啊 所以说戴帽子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谁都会 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有盼望的哈 因为我们发出的声音是符合我们公民的权利 是符合宪法的 符合法律的 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但是呢 我们会遭受的这些羞辱毁谤 也会被人当作是骗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能定罪的只有他 能赦罪的也只有他 那些能杀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的 我们不要怕他 我们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日子能够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一定要站稳啦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啊 所以呢 在幕后的时候呢 我们有神的真理为我们指路 我们能够靠着神全副的军装征战 我们就会要成就了一切之后 还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我们能够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 不然你说那小董会依威胁 我好怕 我不敢去 但是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是按照神的公义真理行事的 我们是有神的保护的 我们就是要去 你做的就是不对 我们就是要说 神的价值观是重要的 一定要把圣经的价值观传达出去 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 也是每一个父母要做的 更是要传达给我们的小孩子 所以千万不要让政府 夺取你的小孩子 感谢主 所以呢 这个我们怎么能保证 我们一直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呢 我们怎么能保证 在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里面 我们能够准确的分辨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为什么这件事要这么理解 我们当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直觉 对吧 这个直觉呢 会常常的出错 所以呢 在这里 一切的前提 其实都是我们能够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 那你要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基督徒就知道 一定是要花上时间 你每天匆匆忙忙祷告十分钟 那绝对绝对是不够 然后你如果要是一个永远都不去教会的基督徒 也不读圣经不祷告 你只是受过洗而已 那你这样的话 其实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不对 最近我感觉我还是蛮受刺激的 因为我们参加纯祷会 看到很多牧师祷告 非常感人 一祷告一出口 你就知道 哎呀 那个圣灵的能力 而且最厉害什么呢 出口全部都是经文 这就是知道说 这些牧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读神的话语 然后跟神来交通 一听他们祷告呢 真的是自愧不如 感觉我们差的实在是太远 所以这样你就看到 这就证明他们平时真的 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身上 我们做的真的不够 我们要怎么慢慢成长 怎么努力呢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 美西时间的六点钟 来到晨祷会 那早上呢 就用敬拜神的诗歌 跟神的话语 开启你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敬拜跟祷告 是能够唤醒我们身心灵的 从早上一开始呢 我们就跟神有亲密的 沟通和连接 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里鼓励您 晚上早点睡觉 早上早点起床 六点开始晨祷会 到七点 下了晨祷会之后 还能在家吃个饭 再去上班 时间安排刚刚好 每周三呢 AI News就会在 晨祷会上面 跟大家一起来见面 一起来分享 我们最新的时事消息 跟大家一起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那大家请看 我们下面的信息栏 有我们晨祷会 zoom meeting的 登录号跟密码 不管你在哪里 你是在加拿大也好 你是在台湾也好 不管你在哪里 你算一算 只要是我们 是太平洋时间 早上六点钟嘛 你算一算 要是台湾的话 可能就是晚上九点 或者是十点 都可以登录啊 只要有网络 就可以上线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是很 期待您的加入 也希望通过这个 晨祷会能够让我们 每个人 属灵的生命啊 然后跟沈的 这个亲密连接的关系 就从早上开始 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那非常感谢您 今天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一直的支持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 快点下面来订阅 快点下面来订阅 好的 非常感谢 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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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